还记得之前为大家介绍过 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养育的北极熊宝宝吗 自从它出生以来现在已经两个月大 第一次接受洗澡 第一次洗澡让这只北极熊宝宝觉得很新奇 因为熊妈妈无法哺乳 所以生活起居全部都由养育员来照料 它的两个兄弟在出生后48个小时就夭折 幸好它是越长越健康 北极熊又称白熊生活在北极地区 拥有很厚的脂肪和毛发来保暖 因此能在北极这种非常严酷的气候生存